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就是关于推断web应用类型 我们回到我们客观部分 那么推断web应用类型 其实是比较隐晦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在我们的应用的时候 运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特点呢 当我们运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web类型 但是你确实要知道它就是web 因为它开了8080端口 同时也是一个Toncat启动起来了 那么它怎么去推断的呢 其实它是有一定规则的 它是根据当前classpath下面是否存在相关的实现类 来推断这个相关类型 包括什么呢 如果你要相关类呢 就是说你如果是web-reactive 它就会变成web-application-reactive 如果你是servalator 也可以把它变成servalator 如果你是非web了就变成la 那么这个代码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的一个实现 再呢application sprint application这个deduce 然后web-application-type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呢顺便找一下 看看它是怎么去做的 可以找到这个方法 那么这里呢就这个 我们看到了这里会有一个判断条件 就是当这个类存在的时候 请注意一下 当这个类存在的时候 那么呢是什么类存在的时候呢 并且另外一个类不存在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reactive-web-environment-class 那么它是什么类呢 它是这个类 这个类呢是web-flex 或者是叫什么呢 reactive-web里面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类型 那么当这个类存在的时候呢 同时另外一个类不存在 什么类呢 就是mvc-web-environment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dispatch-servalator这个类 比如说这两个环境呢 它其实是不能共存的 那么我们前面也看到过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当我们发现web-mvc和web-flex同时存在的时候 为什么web-flex没有被激活 其实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有dispatch-servalator 同时呢它也存在 就两者都存在的情况下面 那么这个条件呢必然不会满足 会找到下面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for each的循环 当这个东西呢都不存在的时候 那么是什么都不存在呢 servalator不存在的时候 以及这个类不存在的时候呢 那么呢它会选择什么呢 非web类型 除此之外呢就变成servalator 这就是说当我们的web-flex 和我们的servalator的mvc 同时存在在我们的这个class bar下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最后选的会选择servalator 这就是为什么servalator存在的时候 会覆盖掉reactive或者web-flex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加以来进行推断 这个推断呢 其实是它的一个方式 它为什么要进行推断呢 其实它的道理很简单 有什么呢 它希望呢你少去配置 这是它的一个类型的特点 那么我们会看到呢 这里有三种不同的类型 当然你也可以强制让它的一个类型 来进行关闭 我们前面其实也讲过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类型调整一下 我们看什么地方呢 就这里呢 当我们把这个硕士配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可以去配置它的东西 是什么呢 setwebapplication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强制的关闭掉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推断的类型 这个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我们现在推的类型就是说 它是一个web server的类型 那么呢 你强制把它从server的关闭掉之后呢 它就变成个普通类型 我们就可以进行运行一下 比如说我们运行一下 运行完之后 你会发现呢 我们这个进程呢 就其实已经断掉了 比如说我们的主线程呢 已经被杀掉了 那么为什么会被杀掉呢 其实又因为 你如果是web的容器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阻塞的过程 那么呢 阻塞当前的限制呢 不被终止 所以呢 你会接受到不同的请求 来相应这个处理 那么因此呢 这个地方呢 当你不是web的时候呢 就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方式 因此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web 推断的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的一种 感谢观看